我跟我婆婆一起在这个乡里的医院了 我带我婆婆来看病了 因为最近啊 我婆婆一直说她不舒服 头晕 头疼 胸闷 呼吸有点困难 所以说我带她来找这个医生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等一下做一下彩抄心电图 还有心脏彩抄声 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我不太懂 就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这两天我婆婆也是吓得有点睡不着觉 现在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吧 咱们天天知道啥情况 在不刮声音 你不知道啥情况 你刮声音 刮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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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不用看 140块钱是刮了吗 140块钱又不多 只是检查一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医生怎么说的 这叫做主愿 我不想主愿 为什么不想主愿 主愿 没有大毛病 再说现在先检查良心 要新颜度 要心脏 要 如果有需要的主愿 如果想看 希望想 要不用主愿的后续 要主愿到现在 你待着下来 有时候我摸个牙 你也可以带着牙 小奶奶呼吸困难 会不会就是肺部 肺部的问题 嗯 有啥毛病 没有啥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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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一下最好 那花钱呢 那花钱能花多少钱 花钱又不用你出钱 都是我没出 再说了庆祝药还是心情 就是 我妈害怕的 不行还要不要钱 给你剪一剪吧 就你爸大大 你爸一割进骨头一割 妈 你真的不用担心 住院没什么大不了的 有的时候感冒 感冒的严重都得住院呢 是不是 那你这 如果检查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你担心下来 是不是 又不是说 把你一个人整这里了 等这几项检查完了之后 看要是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准备把我妈 带到城里去 带到城里 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我婆婆呀 就是因为医生那一句 就是说需要住院 她有点害怕了 因为她从来没有住过院嘛 除了生孩子那段时间 她没有住过院 然后她是很害怕 怀疑自己出了什么大问题了 现在我们能做的 就是先安抚她 然后看一下 结果到底是怎样的 做完了 还有心脏踩蹺 哦 还有个心脏踩蹺 还没做完 结果出来了 现在去让医生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说的是让我妈住院 现在先去那住院部挂水 两瓶 两瓶哈 挂完了 今天可以先回去一趟 回去拿她最重要的收集线 今天先带我妈上二楼去收宴 然后我手机也快关机了 而且里面也不方便拍 所以说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 记得点赞评论观众等哈 再见